膝盖疼痛三分至七分痒 做到这几点少受罪 而且即便好了也不容易复发 不管您是因为滑膜炎 肌液 骨质增生 骨刺 弹月板耸伤 还是骨性关节炎蜕变的原因 引起的膝盖疼痛肿胀 甚至已经影响登起 这四点你一定要知道 第一就是注重膝盖的保暖 膝盖和我们的腰椎不一样 它属于皮包裹的关节 皮下脂肪非常少 所以抵御风寒的能力就差 一旦受风受寒 从我们中医认为就容易导致风湿避震 血脉不通 筋肉不畅 尤其是现在天气寒冷 平时膝盖有问题的 更要注意适当的佩戴护膝 晚上再用热水泡泡脚 第二 控制好自己的体重 说实话 在猛诊治疗膝盖的时候 我就非常担心 有些体重过于超标的患者 因为本身膝盖就属于沉重关节 说白了体重超标就非常的费膝盖 第三 平时要注意补充关节营养 因为膝盖就好比机器汽车的轴承 一旦出现问题 日常养护也很重要 我们平时可以多吃一些鱼 豆制品 牛奶 这些都很好 第四 关节功能的锻炼 除了膝盖有大量肌液需要静养之外 平时学会膝关节的养护锻炼 也非常重要 那么我在之前的科普里面 讲了好多关于膝盖锻炼的视频 大家可以去翻看学习好了 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 医师马学红 我非常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 解决大家的痛苦